以色列宣布取消战争规则 美国政策对尾巴冲突的双重标准 各位朋友大家好 今天是10月16日 这里是台海时局观察 我是尹如 近日以色列的皇长贾兰特 发表了一项令人担忧的声明 宣布他们已经取消了所有战争规则 不再设置军事法庭 也不会要求士兵对他们的行为负责 这一消息让人不寒而栗 因为他似乎在暗示 即使以色列士兵的行为多么违缓人道 以色列政府都不会追究他们的责任 这不禁让人回想起 犹太人曾经在二战时所遭受的大屠杀 现在这一场剧似乎正在复制到巴勒斯坦人身上 甚至可能比当年的德国人更加惨绝人缓 加沙地带目前正处于一个严重的危机之中 以色列皇长贾兰特宣布 将全面围困加沙 切断供电供水燃料和食物 以色列政府的行为 将巴勒斯坦人称为人形动物 不禁令人感到震惊和愤怒 这一围困行动 已经让加沙地带的唯一发电站因燃料耗尽而停运 整个地区陷入黑暗 医院仰赖发电机支撑的燃料 也剩不了几天 加沙的平民无处可逃 因为以色列和埃及都封锁了与加沙的过境站 他们被围困在这片地区 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以色列的炮弹掉下 诈使自己的孩子亲人和朋友 这种严重违反国际法的行为 引起了包括美国和欧盟一些谴责的声音 巴以战争的爆发 引发了全球的关注 并且对国际局势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美国激进支持以色列的行动 引发了国际社会的不安 并且可能导致中东地区更进一步的危机 俄罗斯以明确表示停火是必要的 以防此进一步的人道悲剧 作为一个有重要影响力的东方大国 中国在这个时刻采取行动 并积极向美军发出参加北京香山论坛的邀请 以增强交流和沟通 这是一种讯号 表明中国希望缓和紧张关系 并推动和平解决方案 以色列和哈马斯之间的冲突 已是一个世界焦点 双方都将责任归给对方 并使用不同的话语来描述这场冲突 以色列及其支持者将哈马斯描述为伊朗支持的恐怖组织 而巴勒斯坦人及其支持者则指责以色列实行种族隔离制度和过度使用暴力 事实上以色列曾在过去对加萨走廊进行多次大规模的攻击 这次并不是首次爆发大规模冲击 而这次冲突的新奇之处 在于哈马斯的突然性和出人意料的作战能力 以及对以色列方面造成的伤亡人数 这次的攻击震撼了整个以色列社会 因为以色列政府未能预测或阻止他 此次的失败引发了以色列内部的相互指责 这标志着内塔尼亚夫的政治生命 可能即将走向终结 然而哈马斯的作战实力能远远落后于以色列之下 这次的冲突并不会彻底改变两者的力量对比 以色列几乎可以肯定会展开严厉的报复行动 而巴勒斯坦的加沙地带以及其他地区的平民 包括许多不支持哈马斯的平民 能将被迫支付高昂的代价 虽然外界无法确定这场危机的结果或长期影响 但这场新悲剧再次凸显出 美国长期以来在尾巴冲突上的政策失败 因为美国政府错失了多处 可以结束尾巴冲突的继位 从尼克森到奥巴马 美国政府一直未能在该地区扮演公正的矫情角色 以充分化为美国的影响力 这次的冲突再次凸显了 权力在国际政治中常常比正义还重要 以色列之所以能持续维持扩张之势 就是因为他拥有更大的实力 可以有效避免其他国际势力阻止他的行动 虽然哈马斯永远无法在直接的军事对抗中 击败以色列 但哈马斯的行动正在提醒世界 以色列也不是不可以战胜的 巴勒斯坦人的民族独立渴望 应该得到重视 而这也表明亚伯拉罕协议和以色列 与沙地阿拉伯关系正常化的努力 未必能真正为尾巴问题带来和平 反而可能加剧再次冲突的风险 从实际角度来看 哈马斯的攻击 是对数十年来巴勒斯坦人在加沙走廊 及其他地区生存状况的回应 因为这种状况一直未见改善 尽管哈马斯的野蛮攻击方式难以为自己辩护 并可能产生适得其反的后果 但美国在谴责哈马斯的同时 并未适时谴责以色列对巴勒斯坦居民的残忍和规划行动 倒是更加凸显了美国政客的胆小 而美国政府一面宣示支持两国的解决荒案 但另一方面却继续提供支持以色列的资金 这更凸显出其政策的双重标准 反而更加令人难以理解 目前尾巴冲突的结局仍然难以预测 尾巴双方只有尽快采取措施 实现停火 将局势挥护到冲突升级前的状态 才是明智之举 明智之举